全球享譽盛名的神韻藝術團 三月中就要來到台灣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 2月27號特別在新北市一會舉辦 神韻台灣巡演系列講座 超過150位的議員及貴賓參與 基本上所有的那個國演舞動作 都要預左先右 預前先後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往右走的話 你不可以就這樣子 往右走 要先往左 再往右走 這個就會 這個有點像那個毛筆字一樣 要有那個韻律 前神韻藝術團舞蹈演員 尿松舞蹈科老師孫嵐嵐 詳解中國古典舞 別於西方芭蕾舞的直挺 更多了中國毛筆字的優雅韻味 藉由生法 神韻與舞蹈技巧等 超越言語 傳達故事內涵 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看了一個節目叫岳飛 岳家軍 他看完以後他就很感動 他就流眼淚 他說這種東西 這種義 這種中 在台灣現在是 就在教科書上是很難找到的 而且幾乎也是不教 就像以前我們知道公民道德 但現在這個課本就叫公民了 道德就不見了 所以說神韻也一直打著說 它是恢復一個人的一個 傳統的文化價值 鳥松舞蹈科主任鄭友志表示 30年前 中國體操隊將中國古典舞 大量運用於體操項目中 在體操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翻腾 許多的跳躍 但是這些動作呢 其實早期就是源自於中國古典舞 甚至呢到後來也是 西方也是許多體操隊也開始聘行的中國教練 那所以說這些技術技巧呢到後來也就搞混了 也不知道說這技巧是誰的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全都是源自於中國古典舞 請到三位前神韻的舞蹈演員 來跟我們分享中國古典舞 透過這樣的講座 可以對這個古老的文化藝術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透過不同領域分享生活藝術美學 也進一步認識神韻的美好 新唐人亞太電視成為模擬李晶晶台灣新北市報導 能力 發生 Spring 江南 巨女 不 你 從 他們